現在不是我欠你們 是你們欠我 不要再跟我說美蘇優了 待會吃飯的時候 我都可以跟你們說 你們是美蘇優的,對不對 開營影的角色比較尖酸黑薄 把自己歪你,變成有道理 慢慢逼你們 最後那個對不對 我會比較用力 考試正式開始 有請第一位學員 各位早安,我是Luffy,胡麗芬 你們以為這個世界有免費午餐嗎 你們不可以這樣佔別人的便宜 對不對 你們要享受,就要付出 對不對 你對人好,別人就會對你好的 現在不是我欠你們 是你們欠我 出來觀光旅遊 觀光嘛,怎想爬車的話 你們不要再跟我說美蘇優了 今天回酒店 我可以把你們所有門鎖掉 因為你們是美蘇優,對不對 對,待會吃飯的時候 我也可以跟你們說 你們是美蘇優,對不對 我蔣世龍對燈火發誓 我一定會幫蔣家報這個仇 我的名字三隻字 調轉蛇 要麼插刀前和插刀後 人的力度分別 假裝痛,博取別人的信任 最後那三隻字,其實我覺得挺關鍵 我蔣世龍對燈火發誓 我一定會幫蔣家報這個仇 我還要自插一刀 向爸爸、大哥、二哥賠罪 這個動作是我對你們的承諾 如果真的找不到沙拉伯 和兩個哥哥的兇手 我蔣世龍以後都不勝仇 我那一命三隻字調轉 神經病 我剛剛覺得自己的表現 覺得不錯 聲線上應該是足夠 沒有主見,有堅持 扮無知,甚麼都笑 聊天必殺技 真的嗎? 為甚麼? 扮得無知一點 懶得海外一點 可能要跨一點也不怕 大家就好好發揮一下 若會要勵詞,自拍要高炒 沒有主見,有堅持 沒有主見,有堅持 扮無知,甚麼都笑 聊天必殺技 真的嗎? 真的嗎? 為甚麼? 聊天必殺技 真的嗎? 為甚麼? 你很厲害 你很厲害 喂 傻的媽 傻的媽 小心走 你看你現在 男不男女不女 你怎麼能像爹和娘 放肆 哥哥不用你教訓 曼達分演兩個角色 聲線的變化 邪魔外道的聲音之外 演繹到兄弟之情的Tone 期待大家的演出 我是17號劉偉強 名字很厲害 是 開始 大哥 你到現在都不醒悟 你看你現在 男不男,女不女 你怎麼能像爹和娘 怎麼能像我們列祖列祖 放肆 哥哥不用你教訓 放肆 哥哥不用你教訓 只要殺了你師父董無天 我就可以獨巴無臨 你妄想 快點把我徒弟交給我 我不放肆 不交,我就殺了你 大哥,你為了這種毛子之道 你連手足之情也不猜 誰敢傷害我成槍 我就殺誰 你也不例外 我就殺了你的朱成槍 我覺得自己是投入去做的角色 其實假裝女生聲 對我來說不是很有難度 因為從小到大 我都喜歡發出一些古靈青怪聲 我覺得除了有點懶音之外 我覺得整體感覺也不錯 各位同學 剛才已經演繹過 我們出的考試題目 讓導師 平衡一下你們剛才的表現 2號那位同學 我挺喜歡你的 覺得你挺有氣勢 有點壓迫感,逼得我買東西 不要再跟我說,還沒需要 待會吃飯的時候 我也可以跟你們說 你們還沒需要,對不對 29號 節奏情緒技巧 我覺得還不錯 但你有懶音 誰敢傷我成槍 我就殺誰 你也不例外 你做王浩信的人是恰當的 有很多人處理最後的三個字 就有自己演繹 有些人很激昂 但我們是配音 跟隨他原先的劇本 我唱世龍以後不成長 我的名字 三者節刁鑽寫 很多人都是一輪嘴說完就算 但你算是比較有節奏 問題是你去到那些 對不對的位置 會比較歡樂 你們不可以這樣佔人便宜 對不對